仙侠剧当中最漂亮的衣服 它是早期的乔楚 杨幂几一套上网一般仙侠剧当中 都有非常多很漂亮的衣服 为了迎合那种仙气飘飘的感觉 以及和普通人之间的差别 其中有几部仙侠剧当中的衣服 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看 让人忍不住想要拥有一套 在早期的仙侠剧当中 并没有现在的这些特效技术以及服装搭配 那个时候连时尚度都比不上现在 所以说肯定没有现在的好看 但是在早期的仙侠剧当中 却有一部服装上面 可以堪称边风的翘楚 那就是荒天喜第七仙女 当时剧中的衣服真的非常非常好看 小编看的时候还只是一个小学生呢 每一套衣服都非常有特色 七位公主的衣服 好像每一套都拿来穿一穿 杨幂出演过不少的古装剧 而出演过的新侠剧 最具代表的应该就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了吧 她在其中扮演的白衔是四海八框第一美人 所以会有一些很漂亮的衣服也是一定的 但是杨幂在其中的服装只有一套是最好看的 就是里面是白色的内袋 外面披上一些紫灰紫灰的青纱 既有甜性又有高贵的感觉 作为神仙姐姐的刘依菲 肯定会有非常多非常多好看的衣服 但是在新侠剧当中 刘依菲早期出演的《仙剑奇侠传》 当中的赵灵儿的衣服就特别好看 有一种非常淡然的灵气 美丽又高贵 让人看了之后就不忍亵渎 在前段时间播出的《香蜜沉沉进如霜》当中 杨子在其中扮演角色大美人 但是说实话 大家都知道杨子的长相 肯定是与角色大美人不匹配的 所以大家都不怎么看好 但是在播出之后 剧中的好几套衣服都非常非常的漂亮 为他的颜值增加了不少的分数 整个人完全就被衣服给衬托起来了 特别是其中的一套紫色的衣服 小编剧的那是这部剧 当中最漂亮的一套了 长长的衣服脱在地上 又非常有仙气飘飘的感觉 迪丽热巴所饰演的白凤酒 其实在《三生三世十历桃花》当中 就有好几套非常漂亮的衣服 特别印象深刻 的就是一套大红色 但是非常简便概念的那套 当然了 最近因为《三生三世》整成书的剧照出来之后 大家难免会拿他在这部剧当中的造型和之前《三生三世十历桃花》当中的造型做对比 很明显的感觉到这一次自己当主角的时候 衣服和整体造型上都比上一次更加的高了一个层次 红衣飘飘真的非常漂亮 赵丽烨在《花前谷》当中也有不少漂亮的衣服 包括最后《成为妖神》的那一套 真的特别好看 但是剧中最好看的那一套 其实还是因为他脸受伤之后 穿的那套深蓝色的 躺在桃花树下 桃花全部落到他身上 简直就是美轮美化 三世十年 三世十年 三世十年